歌林多前书第一章 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基督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 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 口才知识都全备 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 在你们心里得以兼顾 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他也必兼顾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 神是信实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赵 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弟兄们 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档 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 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 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波罗的 我是属基法的 我是属基督的 基督是分开的吗 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 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喜吗 我感谢神 除了基利私部并该有以外 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喜 免得有人说 你们是奉我的名受喜 我也给司提返家施过喜 此外给别人施喜没有 我却记不清 基督差遣我 原不是为施喜 乃是未传福音 并不用智慧的言语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 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为神的大能 就如经上所记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 文事在哪里 这世上的辩识在哪里 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 变成愚拙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 既不认识神 神就乐意用人 所当作愚拙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犹太人是要神机 西利尼人是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为绊脚石 在外邦人为鱼拙 但在那蒙照的 无论是犹太人 西利尼人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因神的鱼拙 总比人智慧 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弟兄们啊 可见你们蒙照的 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 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 为要废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乎神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圣洁救赎 如经上所记 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第二章 弟兄们 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研大志 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我在你们那里 又软弱又惧怕 又甚战惊 我说的话讲得到 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叫你们的信 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然而 在完全的人中 我们也讲智慧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 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我们讲的 乃是从前所隐藏 神奥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事以前 预定时我们得荣耀的 这智慧 世上有权有位的人 没有一个知道的 他们若知道 就不把荣耀的主 钉在十字架上了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只有神借着圣灵 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 也参透了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 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然而属血气的人 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愚拙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 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 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谁曾知道主的心 去教导他呢 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来 第三章 弟兄们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我是用奶喂你们 没有用饭喂你们 那时你们不能吃 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 因为在你们中间 有极度、纷争 这岂不是属乎肉体 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有说我是属保罗的 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 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亚波罗算什么 保罗算什么 无非是执事 赵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 引导你们相信 我栽种了 亚波罗浇灌了 唯有神叫他生长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栽种的和浇灌的 都是一样 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赏赐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 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 立好了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个人要谨慎 怎样在上面建造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若有人用金 银 宝石 草木 河阶 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 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 神必要毁坏那人 因为神的殿是圣的 这殿就是你们 人不可自欺 你们中间若有人 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 倒不如变作愚拙 好成为有智慧的 因这世界的智慧 在神看是愚拙 如经上记者说 主教有智慧的 中了自己的诡计 又说 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 是虚妄的 所以无论谁 都不可拿人夸口 因为万有 全是你们的 或保罗 或亚波罗 或基法 或世界 或生 或死 或现今的事 或将来的事 全是你们的 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 基督又是属神的 第四章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为神奥秘式的管家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我被你们论断 或被别人论断 我都以为极小的事 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 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 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 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所以时候未到 什么都不要论断 只等主来 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 显明人心的意念 那时 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弟兄们 我为你们的缘故 拿这些事 转比自己和亚波罗 叫你们效法我们 不可过于圣经所记 免得你们自高自大 贵重这个轻看那个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 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你们已经饱足了 已经丰富了 不用我们 自己就做王了 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 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 我想神把我们使徒 明明列在末后 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我们为基督的缘故 算是愚拙的 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 我们软弱 你们倒强壮 你们有荣耀 我们倒被藐视 直到如今 我们还是又饥又渴 又赤身漏体 又挨打 又没有一定的住处 并且劳苦 亲手做工 被人咒骂 我们就祝福 被人逼迫 我们就忍受 被人毁谤 我们就善劝 直到如今 人还把我们看作 世界上的污秽 万物中的渣子 我写这话 不是叫你们羞愧 乃是警戒你们 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 你们学基督的 师父虽有一万 为父的却是不多 因我在基督耶稣里 用福音生了你们 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 因此 我也打发提摩泰 到你们那里去 他在主里面 是我所亲爱 有忠心的儿子 他必提醒你们 纪念我在基督里 怎样行事 在各处各教会中 怎样教导人 有些人自高自大 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 然而 主若许我 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 并且我所要知道的 不是那些 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 乃是他们的全能 因为神的国 不在乎言语 乃在乎全能 你们愿意怎么样呢 是愿意我带着形状 到你们那里去呢 还是要我 存慈爱温柔的心呢 我们下期见 また会认识余 什么事 都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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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